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中國有一位女生 她婚後把婆婆借來同住 那婆婆居然規定老公 每個禮拜一三五要跟婆婆睡 更受不了的是 婆婆還會一大早衝進夫妻兩個房間 掀開棉被 打她老公的屁股 生活起居 受到嚴重的干擾 最後只好走向離婚一途 志偉這個新聞是怎麼樣 這個新聞真的是 因為一樣 因為這個Paul文的這個女性 跟她老公離婚 因為她老公就是只剩下媽媽了 那本來媽媽是獨居的 但結完婚之後 這個老公就跟她的太太說 我媽媽這樣自己一個人住 我也蠻擔心的 那我們家也夠大 是不是可以接她來 其實你在中國傳統的社會 比較孝順的男生 都會有這樣子的心態 所以不要說臺灣 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媳婦當然本來想說 那你答應我婚前是 就我們兩人世界 那媽媽來住不是很奇怪 不會你放心 我媽絕對不會影響我們 所以這個太太就讓媽媽來住了 就沒想到媽媽一來就下馬威了 告訴你 這房子是我兒子的房子 我是來住我兒子的房子 不是來住你的房子 然後我跟你說 因為以前他還沒娶你的時候 我兒子天天跟我睡覺的 他現在有了你了 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兒子一三五跟我睡 二四六跟你睡這樣 那他就覺得這好怪 那禮拜天跟誰睡 禮拜天看心情這樣 那所以說 他說他媽媽每天會起來 會來叫他們起床 那他有個習慣 就是打他兒子的屁股 就把棉沛掀開 他兒子穿一條內褲 他也打他屁股這樣 起床了起床了這樣 所以這老婆就覺得說 這太離譜了 他就跟他老公說 你媽不能這樣吧 你當初不是說他還住 他不會影響我們嗎 這影響可大 哪有這麼大還跟媽媽睡 所以他就覺得 你們這個母子關係 很很有問題 那這個老公就是也沒有辦法 他說沒辦法 我媽就是這樣子 你愛我就要也愛他這樣 那這個女孩子就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的地步 趁我們沒有小孩離婚吧 那當然最後這個兒子 也是跟他離婚 他老公就是好就離婚了 就就有點像剛剛素律師講的 很多婆婆就覺得說 反正順我者生 逆我者亡 對不對 那像我講到我自己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男人卡在中間 真的是辛苦 但是長輩有時候 他需要被教育 就是媽媽或是爸爸 有時候你不要親情勒索 就是我很孝順你 我可以當媽寶 但不代表你叫我做什麼 你要求我什麼 我都要配合你 因為有時候你要替太太想一下 假設這件事情 是媽媽過分的點 你就要跟媽媽講 媽你不可以這樣 人家也是別人的女兒 人家也是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是姐姐 你希望她被這樣子對待嗎 剛剛黃醫師講的例子 像我媽就是也 因為我沒有跟她一起住 那我能夠給的就是她物質上的滿足 因為她是跟我弟一起住 因為她 我叫她上來臺北 她也不要 在高雄 我在高雄嘛 所以我媽有時候就會打電話來 媽媽 家裡的冰箱壞掉了 這樣子 我說所以呢 我媽就說你幫我看一下 我就說所以呢 我媽說你幫我看一下 買哪個牌子比較好 她是要跟我討論 但我會解讀她的心意 我說媽 你買那個Penna Sonic 還好 她說大同感不好 我說 你看你是要幾問的 雙門的還是單門的 你就要跟她討論 討論完我媽說 這個你講的那個牌子比較貴 我說沒關係 我贊助你兩萬塊 我媽說真的 真的 我說對 所以媽媽就會很開心 可是太太可能就覺得說 那別人相信你都用不到 你幹嘛要買 那她一開始會有 像我們講到那個女生的那種心態 當然我太太賺錢是她的 我們對這個家 我們是各自管理各自的財務 可是我們有各自的付出 所以她提出這樣子的疑問的時候 因為她說換成是她 她會跟她媽討論 但是她不會說 媽我幫你出兩萬 因為她覺得那是你要用的 每一個人的觀念看法不同 那對我來講 我就跟我太太說 因為我沒有跟我媽住 那我媽從小把我養大很辛苦 雖然說我十八歲 我就來臺北念書 我都靠自己 就是有些子女會這樣想 你養我到二十歲 可是我要養你到八十歲 那個比例也不對 所以你這樣講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這種觀念 她有錯嗎 她也沒錯 是 所以當我這樣跟太太講完 太太也覺得說 那就是進校到 那這樣就可以接受 對 先請教吳老師 當然媽媽這樣被扣起來 人家結婚 又被扣成被 連進那個門都不應該 敲都該敲 對 而且其實不要敲 你在外面走來走去 聽得出來 他們醒了還是沒醒了 對不對 那我以前對我的兒子 也是媽寶的感覺 所以兩個人會常常 不然你是怎麼樣 就會這樣很輕 後來發現不對 我那樣界線沒弄好 那時候他結婚了嗎 是啊 是啊 媳婦在家了 那你就很奇怪 很不禮貌 你以前是這樣 我會 我現在都跳三不圓 再說 就大家保持一個奮計 當你這樣的時候 媳婦有什麼樣的表情 你說哪一個拉來拉去 他等一下會跟我兒子說 你怎麼跟媽媽這樣不禮貌 這叫不禮貌 我覺得那兒子被罵 我當然就趕快要改進 是是是 那當然也知道 就是那個界線要弄清楚 這很奇怪 媽媽還要 孩子結婚還要睡 很多這樣的媽媽 有 有 比較傳統鄉下的媽媽 我們不是歧視他們 而是說他有那個習慣 認為說這是我兒子 我養大的 然後跟他坐一起這樣 對啊 陪我睡一會 常常會覺得以前可以 為什麼現在不可以 是嘛 對 以前可以吃的東西 現在一樣給孫子吃都沒關係 我覺得是因為他沒有辦法與時俱進 對 然後他因為他生活沒有變化 所以他就容易 就是在過去舊有的模式 那黃醫師這邊說 這個曾經有這一個就是網友說 從小跟媽媽相依為命 然後這個跟有了女朋友以後 好像他要做什麼事情 媽媽都會從中作梗 對 其實這個沒有很少見 但是我覺得我們也不想要歧視 單親家庭 並不是每一個單親家庭跟這個媽媽 就相依為命的都會這樣 比如說我也跟我媽媽相依為命長大 可是我出去這個跟人家交往的時候 我媽媽也不會打電話來說 你在哪裡 所以其實女生遇到這個情況還蠻少 可是確實有時候 女生可能會更在意男生 他接到什麼電話 所以女生可能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每次都是他媽媽打電話來 我其實有聽過醫院的醫生跟我講說 黃又嘉 我跟你講 你不要以為現在你看到的 你這個男朋友跟媽媽的情況 就是真正你婚後他們的情況 他說我到結婚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以前這個婚前 就是我的老公都會趁我在值班的時候 就跟他媽媽去看電影 然後然後婚後也是一樣 那以前是因為不知道 可是婚後如果說這個老公 其實沒有花時間跟你去看電影 可是是花固定的時間 趁你在忙的時候 總是跟媽媽去看電影的時候 其實女生心裡就會容易過不去 對 或者是我們真的有同學 每次出去 其實你都很難說他們是媽寶 可是都不想說 可是為什麼會說 就是因為其實他們的媽媽 常常打電話給他們 比如說其實人家就約會得好好的 在電影院看電影也是 怎麼電話就一個訊息 或怎麼樣 就是一定要什麼幫他買 什麼東西回去 對 或者是說你順道什麼 在幫我做什麼事情 對 那這邊就會說你孝順是孝順 可是孝順跟是不是百分之百 服從媽媽的要求 在兩方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 講到自己嚇死我了 不能跟兒子一起看電影啊 真的還假的啊 就是對女生來講 他就說如果你這麼喜歡看電影 你怎麼會沒有挑我一起去看 你總是跟媽媽一起去看 如果帶媽媽跟女朋友 一起去看電影呢 那有適合的就大家一起看啊 對 因為我忽然想到有一個例子 你常跟兒子一起去看電影 孫子也會啊 兒子也會啊 不跟老公看啊 孫子OK啊 對 那為什麼兒子就不行 因為你帶 他小啊 你帶他去啊 因為兒子有女人啊 孫子還沒有 這樣子啊 兒子有女人啊 我媽媽常常講說 你結了婚就是你結婚就母子了 不是我可是我有在 我不是回來看你了嗎 剛剛在講一個那個例子 我忽然想起來 有一次我的學員 他就說他為什麼跟前男友分開 就是中國大陸在廣州 他就說他在跟男朋友吃飯的時候 突然接到媽媽 未來的婆婆電話來了 然後他聽到那個大閃門很大 你付款還是他付款啊 你們兩個人誰啊 對嗎 太大聲了 結果他 就那一餐誰付錢 對 對 那到底誰付啊 兒子說媽 還沒決定啦 他一掛完電話 他就知道要跟他分手了 就連未來的婆婆將來跟誰吃飯 他都這麼計較 他怎麼敢跟他結婚 聰明的女生 好快 他就說他不敢跟他結婚 他命真的很好 馬上就分了 就這樣 你有跟他付 是他一付啊 你一付還是他一付啊 那你們說誰付啊 你們說誰付啊 我基本上都我處理 我處理 我也不會先問啦 這個怎麼好問 我媽也不會問啦 真的喔 那這個 女朋友跟媽媽有Line嗎 有耶 真的有耶 有Line好事啊 就可以溝通啊 其實他們溝通的還滿好的 對不對 還不錯啊 是 聽完大家講的 我覺得其實要取得一個 平衡點 要在家人跟老婆中間 你自己要好好的 溝通 你自己要當一個很好的橋樑 互動 然後兩邊都這樣 就把它說 因為你要 我常常這樣舉例啦 說太太是女人嘛 媽媽也是女人 你要想其人之福嘛 你要左擁右抱 右邊抱媽媽 左邊抱太太 那這樣 我中間還夾著兒子 不是 就是說這樣的話 你就必須要有個智慧 你不能讓他們拉著走 因為你必須要有自己信用的地方 譬如說這樣進來的話 也許你門就要先鎖上 或者媽媽說一定要按門鈴 家裡可以反鎖 就是他雖然有鑰匙 可是你可以把那個大手 拴上去 他就打不開啊 那打不開還是按 那就不會有那麼尷尬出現 那進來還是 還是讓他進來 稍微等一點點 所以跟媽媽說打個電話來 今天來上節目有收穫嗎 有... 非常大的收穫 收穫是什麼 我覺得要取到一個平衡